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耶稣的教导是很难的 很难听得进去 在约翰福音六章中 耶稣对十二使徒说 你们也要离开吗? 西门彼得回答他 主啊 你有永圣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跟随耶稣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但我们知道 只有在他身上 我们才能找到真理 生命和永生 因此 让我们把目光定在他身上 继续以他的真理 以他的恩典 进入他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 帮助我们寻求你 寻求你的帮助 你的指引 你的真理和你的生命 因为只有你能给我们这些东西 帮助我们 就是现在 当我们来敬拜你 去见你的面的时候 敞开我们的心 敞开我们的意念 自我们熟灵的眼睛去看你 去接待你 去跟随你 因为在宇宙中 在永恒的宇宙中 除了你 没有其他人 记得我们去跟随的 所以我们来敬拜你 因为我们以你的名字祈求 耶稣 阿们 请加入我们一起 以诗歌来寻求耶稣 去恳求他 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打开我们 êt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g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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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Thou still my strength and shield When I tread the verge of Jordan Bid my anxious fears subside Bear me through the swelling current Land me safe on Canaan's side Songs and praises, songs and praises I will ever give to thee I will ever give to thee In my wrestling and in my doubts In my failures you won't walk out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r great love will lead me through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You are the peace in my troubled sea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Shining into darkness I will follow you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I will trust the promise You will carry me safe to shore O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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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fe to show Safe to show Safe to show Fire before us You're the brightest You will lead us Through the storms Fire before us You're the brightest You will lead us Through the storms Fire before us You're the brightest You will lead us Through the storms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Shining in the darkness I will follow you My lighthouse, my lighthouse I will trust the promise You will bury me Safe to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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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我们的神,父子和圣灵 你是黑暗中的光 你是指引我们穿越旷野的火柱 你是指引我们安全到岸的灯塔 感谢你经营我们度过我们面临的每一场风浪 我们要定睛在你身上 我们感谢你与我们携手同行 直到我们到达那天堂的彼岸 我们赞美你奇妙和满有恩慈的 耶稣我们的主,阿们 欢迎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是耶稣升天主日 就是上周四 纪念耶稣升天节之后的主日 耶稣升天节是基督教年历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耶稣复活四十天之后 祂站在耶路撒冷郊外的橄榄山上 颁发给祂的门徒大使命 去把神的爱的好消息带给全世界 耶稣告诉他们要使万民做门徒 给他们撕洗 教他们耶稣交给他们的一切 然后 祂升上天上去了 祂升为至高 掌管万有 高于一切掌权的统治者 含政权 你看 耶稣升天节毫无意义 没有人能出没耶稣 因为祂同管制告无上 就是因为祂是制告的 我们有信心和理由 倾足和履行祂的大使命 去宣讲福音 所以 今天 让我们透过今天的 听神的话 祷告 奉献 以敬拜并献上自己 来庆祝 我特别高兴欢迎 比拉花园的首级执行官 Jamie McDonnell 这是位于东温哥华的 老年人住所 是我们家是金星联会的一部分 我们中的许多人会记得Jamie 因为他以前在这里 曾经分享神的信息 Jamie将继续我们 在民宿记讲到系列 从民宿记11章 具有挑战性的标题 如何抱怨 谢谢你 Jamie 今天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愿祖透过你 从神的话语所领受的 祝福我们 每年三一教会在母亲节和父亲节之间 我们赚注于婴儿奶瓶行动 这资源维基怀孕中心 他们为年轻孕妇和母亲提供资源和帮助 我们可以直接向维基怀孕中心捐款 资源这个重要的事工 捐赠的连结在我们的周报 和网站上找到了 我们也可以通过 香蕉会办公室 捐赠婴儿配方奶粉 来帮助他们 请咨询 教会办公室 和周报 了解何时送婴儿 配方奶粉的详似资讯 Richard 我们的指示会成员之一 将确保 配方到达 未经怀孕中心 最重要的是 非常感谢你透过支持这个行动 来活出基督的爱 昨天 我们开始了 维基宇宙的特别祷告 重点是为那些在加拿大和全世界各地 遭受疫情影响的人 感谢所有参与祷告的人 我们称之为 七七四七 让我们在晚上七点钟 祷告七分钟 为期七天 正如 这一个简短的视频所解释的 启nin 祝你错过了昨天的祷告 我们鼓励你继续加入我们 利牧师准备了每日祷告指南 每天晚上七点钟使用的 我还鼓励你 参加我们每周六上午的十点钟的祷告会 祷告会将以英语含普通话进行 登陆详细资讯在周报中找到 让我们在七点钟继续祷告七分钟 下周六祷告会来结束 所有详细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找到 感谢你与我们一起为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祈求 我也感谢你对三亿教会的忠实支持 由于你们的支持三亿教会可以关心需要帮助的人 通过我们不同事工互相鼓励 支持神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使命 并每周宣讲耶稣的好消息 请通过邮件发送到教会办公室 通过在线Canada Helps 或者是通过电子转账 资讯在我们的网站 韩美周在线周报中找到 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电子邮件联络人名单中 或者是只是为与某人聊天 或者是一起祷告 我们邀请你资电教会办公室 我们的联系资讯在我们的网站上 并在敬拜结束之后显示 当我们花点时间 与我们的奉献来敬拜神的时候 请花点时间 给教会里面的人发个短信问候 鼓励他们 或者是让他们知道你在为他们祷告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 expected 我们一同祷告 全能的父神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以身为至高 你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使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众持都要归下 众口都要宣认 耶稣基督是主 荣耀归给父神 直到永远 全能的神 你教耶稣从死里复活 成为万王之王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在他面前屈膝 也没有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跟随世界的道路了 没有给他荣耀 恳求你赦免我们 并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使我们成为你中心的子民 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命令 因他通管宇宙 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他的身体 满有恩典 慈爱的父神 你爱我们 拣选了我们 做你君尊的祭司 侍奉你 我们将在祷告 含大求的事工 侍奉你 主啊 你应许 这称为你名下的子民 若谦卑自己 祷告 寻求你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你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你必正眼看 车耳听 在此处所现的祷告 所以主啊 我们寻求你的脸 因为我们全教会一起 以祷告 寻求你的面 在晚上七点 一起祷告七分钟 一共十天 主啊 医治和恢复我们的地 神啊 改变我们 使我们单单寻求你的面 赐下渴慕的心 使我们看见你 更深地去认识你 被你出动 点燃我们的心 为你火热 发热心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 大流行疫情时间 帮助我们安静 并知道 你是我们的神 更新我们的意向 主啊 在灵里使我们合一 使我们可以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为你闪耀 装备我们 使用我们 来荣耀你 这样 世界就会知道 你就是神 慈爱的父神 愿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 来侍奉你 以耶稣基督 我们伟大的大自私 我们互相代求 并为世界代求 Amen Well hello everyone especially to the boys and girls watching well we are now in the middle of May and boys and girls do you know a familiar phrase having to do with the month of May well actually it starts the phrase starts in April and May well here it goes you can fill in the blank maybe you can remember it April showers brings yes May flowers great well I want to show you a couple things today from our home and here'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how you it's a poster that's in our home and hopefully you can see it it's a poster that doesn't have much color it's black and white but you can see the roses here and I'm not sure I like the picture but I like what's on the bottom when I think of roses I think of color right but this is black and white but on the bottom it says artist God isn't that awesome this reminds me that whenever I look at this poster it reminds me that God made the flowers and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right isn't it amazing how great God is and the beauty of his creation yeah I love coming up here especially seeing our flower ministry and thank you to Aira for our flower ministry now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show you is a grocery flyer now I am not a save on foods representative but I noticed this flyer and I noticed it was it was very attractive it's beautiful isn't it so this is a flyer from last week and it says celebrate mom with a nice flower there and there's more flowers there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our parents right boys and girls not just on mother's day but throughout the year we celebrate our moms our dads and the love that they shown us show us and give us right so boys and girls and everyone watching let us enjoy God's creation let us enjoy this beautiful month of May as the spring blossoms and blooms are coming out and you've already seen them throughout our beautiful city of Vancouver right now let's give thanks to God because he is good he is our great God he is an amazing creator and he loves us so very much let's pray dear lord we give thanks to you because you are such an awesome God you made the world and everything in it you made the whole universe in just a few days and you made us in your image we are the crown of your creation and so l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 knew us and you love us even when we were in our mother's womb even before we were born you knew us and you love us so lord we thank you that we can know you as well through your word through prayer and so i pray that you would bless the reading of your word and the teaching of your word today through our sermon and i pray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go in your grace and love as we seek to be more like you that's our prayer for the boys and girls watching and everyone who is part of our online service today in jesus let me pray amen 阅读经文 明书记 十一章一到九节 摩西树立帐幕后 就用膏抹了帐幕 使他分别为胜 用膏抹其中的一切器具 以及祭坛和坛上的一切器具 使他们分别为胜 以色列的领袖 各附加的家长 都前来奉献 他们是各支派的领袖 管理那些被属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贡物送到耶和华面前 就是六辆棚车和十二头公牛 每两个领袖奉献一辆车 每个领袖奉献一头牛 他们把这些都带到帐幕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他们收下这些 作为会幕侍奉的用途 照着立位人所侍奉的交给他们个人 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 交给立位人 他把两辆车和四头牛 照着格顺子孙所侍奉的交给他们 又把四辆车和八头牛 照着米拉利子孙所侍奉的交给他们 他们都在亚人祭司的儿子伊塔玛的手下 但没有交给哥侠子孙任何东西 因为他们所侍奉的是圣物 必须抬在尖头上 用高摩祭坛的那一天 众领袖前来为献坛奉献 众领袖都在祭坛前献贡物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众领袖为献坛奉献贡物 每天要有一个领袖前来奉献 这是神的话语 谢谢卡伦穆斯 邀请我今天和你的会众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原因有很多 一是我认为讲神的话语是一种荣誉 是一个神圣的机会 当我得到讲道的机会的时候 这确实神给我的工作 谢谢你 其次你可能已经发觉了 我是很喜欢讲话的人 讲道对我来说并不难 此时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谢谢你 第三 当我来到三一教会的时候 我是来到兼老朋友 我非常尊敬贵教会的牧师们 卡伦穆斯是一位优秀的牧者 他讲话有一点奇怪 但是他是一位优秀的牧师 我认识利穆斯已经很多年了 在过去几年里 我享受与多瑞斯穆斯的友谊 Alvin穆斯是新加入你们的 但是我期待认识他 我还没有认识他 所以当我来到三一教会的时候 我不觉得我是在陌生人中间 谢谢你们的邀请 对于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来说 特别是关于我在比拉花园的工作 我是比拉花园的首席及行官 比拉花园是加斯金星联会的事供之一 他为温哥华的年长者提供廉价的住房 我们的社区里有400名居民了 我们有大约300个一个卧室的单位 平均住金低于每一个月1000块 这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在温哥华的地区 住金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有一个三年的等待名单 由于需求 我们的董事会决定在未来五年内 做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是我们将建造两栋新的建筑 并在社区里增加120多套新的单位 欢迎所有人 但是必须是长者 如果你的父母 主父母需要找合适 跟合理的住金的房间的话 请跟我联系 我的梦想是 这120个单位之中 有一半将充满来自加斯金星联会的长者 他们需要爱心 含照顾 以及廉价的住房 如果你或者是你的父母 甚至你的祖父母需要帮助 请跟我谈谈 我也需要筹集可观的资金 因为温哥华的建筑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有一个坦慨的心 想和我一起参与这个令人兴奋的冒险 请与我联系 今天我在这里的重点是 来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的信息标题是 如何抱怨 是取自民宿记第十一章 一个关于以色列子民的故事 你刚才刚刚听到读经的经文了 你们可以翻开圣经到民宿记十一章 当当你转向那个圣经的时候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抱怨很多的人 有什么感想呢? 你认识那些看起来从未满意的人吗? 这些人高兴的时候 就是自己不高兴的时候 总是在抱怨 我讲Goldilocks金法姑娘和三只小熊的故事 给我的孩子听 是关于Goldilocks姑娘进去三只小熊的家 吃他们的粥 抱怨太热 太冷 然后找到一个刚刚好的了 去到他们的客厅里 她坐她的椅子 她抱怨椅子太小 太大 然后刚刚好了 然后累了之后 进去他们的房间睡觉 她又抱怨床太软了 床太硬 终于找到一个她合适的 所以就睡着了 但是最后小熊回来了 就把金法姑娘吓跑了 她从来没有机会 跟三只小熊交流 所以你看看Goldilocks姑娘 太冷 太热 太大 太小 太硬 太软了 这提醒我 萨斯比亚的作品 哈姆雷特 其中一个人物这样说 他说的东西在这个年代 可能是性别持续 他这样说 认为女人抗议太多了 讲这一句话的是 格特鲁德女王 是一个女生 讲给一个女生听 我们通常不喜欢抱怨者 他们不太有趣 今天跟你们谈谈如何抱怨 更具体地说 抱怨什么呢 跟谁抱怨呢 因为是可以抱怨的 从民数集十一章 我将分享四点 第一点是 如果你要抱怨的话 向对的人来抱怨 不仅仅是在说事情 如果你要抱怨的 你要向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人来去抱怨 在经文当中 在一二三节 在故事里 以色列人民不满意他们的生活 他们要离开埃及 进去应许之地 这是很难的 经文说很艰难 路很崎岖 天气炎热 食物不讨人喜欢 水是有限的 睡眠又困难 我非常明白 我理解 因为这是非常难的 没有人喜欢艰难的生活 他们并不快乐 但看看这一段话怎么说呢 他们不开心 但他们没有跟神说 他们互相交谈 他们责怪神 他们把责任推到神身上 但是他们没有直接跟神说 只是神听见了 当神听到的时候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神非常不满意 因为他们没有对神 直接告诉神他的不满 而是埋怨神 到底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 有做同样的事情吗 有时候我们不太开心 我理解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不快乐 但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跟能做点什么的 直接谈谈吗 或者是 我们在禁拜结束后 在排队拿咖啡时 对我们的朋友说 我们的牧师讲道太长了 难道不知道 40分钟都讲道太长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你跟你的牧师谈谈 如果这是我们转向办公室的同事说 我不喜欢老板对待我的方式 真的吗 那你的同事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求助于我们的朋友 说我们的父母是可怕的父母 那到底你的朋友可以改变你父母吗 我的观点是 如果你要抱怨 向对的人抱怨 而不仅仅是向别人抱怨某一件事情 关于某人 如果你抱怨的话 只是为了抱怨 会发生什么呢 经文说得很清楚 抱怨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 它通常会使你与某人发生对抗的 特别是 如果是关于那个人不好的事情 但是那个人听到 从第二个人身上 听到你所说的抱怨 因为没有人喜欢听到二手的信息 是有人对你不满意的 所以请你与某人谈谈 如果你不对他不满意的话 神在这个问题上 是非常不高兴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 能够看到神的熟性 因为神是不满的 坦白说 我明白为什么 因为神为这人民 倾注了自己 他们并不欣赏他 因为人民 王恩负义 他们藐视他希望做的 我认为神完全是有权 这样来回应他们的 神不是一个快乐的老人 祂是圣经动的神 祂需要被欣赏 而不是被藐视的 如果你对你的情况感到不安 如果你对神感到不满 就跟他谈 我们稍后会谈更多 第二点 如果你是一个抱怨者 是因为你周遭的人 都是这样的人吗 到底谁影响谁呢 在经文中第四节 使用闲杂人一词 是一个希伯来语单词 意思是 那些不满 困难 不容易满足 维护性很高的人 这些人看到玻璃杯 总是只有一半的 他们的态度 是很有感染力的 因为他们影响了他人 突然之间 很多人可能一直保持中立的 开始变得消极起来了 实时 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到底 问题是什么呢 食物 菜单 神每天供应给他们 玛拿 这还不够好 因为变化不够 不够辣 太沉慢了 他们的理由是 再过去 情况是更好的 因为起码他们有东西吃 所以今天 我们要很小心 那些总是谈论过去 美好时光的人 我知道 人们是这样做的 但记忆真的是错误的 过去的日子 并不总是更好 事实上 在许多方面 他们比你今天 糟糕得多呢 我们的记忆 是很有选择性的 我们以为 过去的生活 都是很好的 但是这些记忆 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小心 总是怀缅过去的人 但记忆是不可靠的 我也是其中一个 让我举一个例子吧 在八十年代 住在温尼泊 三十五年前 我在那里 牧养了流年六年之多的第一个教会 我怀缅我的好朋友 怀缅漫长的夏夜 还有便宜的高尔呼球场 三间卧室 两个浴室 待车户的房子 只需要六万七千块钱 离开湖 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 每天都可以去到沙滩里 我在想 让我们退休到 温尼泊吧 我的字衣 看到了美好的时光 当时呢 我的妻子 她是长大在 温尼泊 她提醒我 我的记忆是有限的 她说 像两元硬币的大蚊子 冬天是零下三十度 加风速是三十公里 而且 劳动节周末 还有学乡呢 一年被困在学堆里 六个月 不用说了 她的记忆 肯定纠正了 我的记忆了 所以呢 我们不会退休 搬到温尼泊的 我们对过去的记忆 真的是不可靠的 今天的经文之中 以色列人抱怨了 做过去在埃及是更好的 真的吗 他们过往 在埃及的时候 是奴隶 被压迫 被虐待 但是他们说 我吃得很好啊 是真的吗 活在过去的人 不是现在生活最好的顾问 天生抱怨的人 就会抱怨了 有时他们会影响你的 如果你在抱怨 到底是你自己 还是你身边的人 影响你的呢 也许你需要找新的朋友 或者是不同的朋友了 抱怨比给予能力 容易十倍呢 我鼓励你 每一个消极的朋友 都有十个积极的朋友 来弥补 第三点 如果你需要向神抱怨的话 就向神抱怨吧 他能应付的 在经文当中 摩西听到他们的抱怨 确实影响到他了 不只是他们的抱怨 但他意识到 摩西被他们的行为 确实影响了 上帝让他负责的人 是很难管理的 那么他做什么呢 与其生他们的气 不如转向神吧 向神抱怨 神就不高兴了 摩西也不高兴 这里有很多的不快 但他不是向人 去发泄他自己 摩西是直接转向神 他把自己心里的话 直接向神去说 有趣的是 神并不是麻木不仁的 他是听到的 他也会去处理的 他给摩西很直接地指引 并提供了解决办法 有时候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事实往往是指向 更深沉的问题 唯有把问题带到神面前 才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 要去相神 去说出我们自己的问题 今天我有一个朋友 他和我分享 他对工作甚深地不满 他不喜欢 这不适合他 他觉得薪水很低 他不觉得被欣赏 他不喜欢与他一起工作的人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你为什么不迟急呢 他说 我不能啊 我觉得 神把我放在这里的 律师 我转向他 我说 你需要和神谈谈 给你找个新的职位的事情了 如果你需要向神抱怨的话 就向神抱怨了 他能应付的 我的朋友 现在已经不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了 神给他一个新的工作岗位 我希望你知道 我们的神不是麻木不仁的 祂确实听到我们 祂体恤我们的需要 第四点 你们要小心 抱怨什么呢 你可能就得到你所抱怨的 在经文当中 第31节里 告诉我们 人们不单单只是想要马拿 他们想要吃肉 神听到他们的抱怨了 就真的给他们肉吃 不是一天吃 两天吃 而是整个月 很多很多的吃 所以神使安村 就是可以吃的鸟 就好像这一样的 蜂拥而自 人们抓住了他们 只食直百 这是神千上万的鸟 他们吃的太多了 如果你们想要肉 神就给你们肉了 但是问题是 肉从他们的壁孔里 喷出来了 过了一会儿 味道就不好了 最终 这使他们都生病了 圣经上说 耶和华就大发烈鹿了 他很沮丧 如果这是你说你想要的 他就自理了 味道如何呢 这不是解决的办法 人们仍然不快乐 因为他们对自己 所拥有的 一点都不满意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是我们在内心深处的不满 并不是歪表的表征 世人讲到这次经历的时候 在诗篇106篇15节说到 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灾病临到他们身上了 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灾病临到他们身上了 此时我们抱怨 就是我们此时不想要的 但是在人生当中 我们要知道 生活中最幸福的人 不是那些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人 是那些想要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人 拥有四辆车 不会让你比拥有两辆车快乐两倍 拥有一栋四千平方英尺的房子 不会让你比拥有一栋两千平方尺的房子快乐两倍 在生活中你可以抱怨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不要对那些不能做任何事情的人抱怨 你需要和你不满意的人谈谈 如果你对神不满意 你需要和神说话 告诉祂你心里所想的是什么 祂并不是麻木不仁的 然后你需要退后一点 听着让祂做工 我想以这一个思想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 在人生中的大途话中 你听到今天的信息 没错 你要与神交流 你要与祂对话 对祂开放自己 把你心中的一切告诉祂 让祂的子役去守卫 我说是的 但这不是重点 如果你想与神连结 在圣经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最重要的是要与神和好 有正确的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 神知道我们的需要 祂拆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解决我们的困局 耶稣是我们与神的桥梁 韩宗宝 在新月圣经中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一节这样说 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以与神和好了 今天我要对神 给我的责任负责 因为我必须提醒你们 我们不是要学习 与神谈判 虽然与神交谈是好事 重点是要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唯一的方法 是通过耶稣 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 做你个人的救主的话 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 我们不是要与神谈判 而是要学习爱祂的儿子 耶稣基督 让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但在人生中 也有挑战和困难的时候 但在困难和挑战中 我们可以转向你 恳求你的帮助 谢谢你 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 也在最好的时间 给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要请你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谢谢你耶稣 因为你是永远信实的 可以信靠的 不会叫我们失望的 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耶稣常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8,8,4,1 Blockchain 甚至是 没有转称 不动转称 无忍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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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still will follow, though none go with me, I still will follow,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Will you decide now to follow Jesus? Will you decide now to follow Jesus? Will you decide now to follow Jesus?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He will listen to us. He calls us to him, and lets him return to him. So, in this week,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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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的。 我能看见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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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biograf律的时候。 我能看见你,你的美好子,没有美好。 我能看见你,你的美好机'уры。 因为我的家里有起。 请靠住耶稣 走在高山深谷 祂会帮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Nothing compares to knowing you You are the treasure of my life Trusting in Jesus Christ my Lord My richest blessing in the world In the valleys all run high You will bless me all the time Thank you Lord for the gift of knowing you